如何下载、安装和登录MT4 在这个教程中,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下载、安装以及在MT4平台上进行交易 进入交易平台的下载页面,您可以看到所有可供下载的XM交易平台 根据您的操作系统编号,PC或者Mac,选择您想要下载的系统 之后将跳转到新的页面,您可以很方便地下载MT4 首先,点击下载链接,之后将弹出设置窗口 然后点击保存,将文件绑存到您的下载文件夹中 双击并运行文件 此时,客户终端窗口将会弹出 在您了解许可协议后,点击下一步 安装完成后,您可以通过双击保存在桌面上的XM图标登录MT4平台 如果您是首次登录MT4平台,会弹出服务器窗口 此时,您需要选择相应的服务器,并点击下一步 启动后,弹出登录窗口,您需要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平台 请注意密码区分大小写,并且用户名和密码同样适用于XM会员区和XM平台 请注意,保存密码框如果未勾选 默认为勾选,MT4平台将不会保存您的信息 您将被提示需要再次输入登录信息 登录MT4平台后,您将看到三个基本窗口 在平台的左上方,您可以看到市场报价一栏 显示由XM提供的所有交易商品的实时报价和商品代码 在屏幕中间稍大的一栏是图表窗口 显示历史报价,指标和其他使用的图表工具 在底部,您可以看到终端窗口 显示您的正在持仓的单子,挂单和已经平仓的单子 终端窗口也可以通过日志来设置报警 并监控平台 在我们的下一节教程中,您将了解关于MT4平台的更多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